我叫劉婕鱼 念的是国立阳明大学 医学生物技术技检验系 国立阳明大学的话 是一间以医学为背景的大学 校园环境就是鸟语花香 第一次进到学校的时候就有被吓到 一看 无止境的山坡 但其实你只要往楼梯上走的话 就会到教学区跟宿舍 我们有自己的接驳车 大多数的人都会以机车为代步 我们学校的话只有10个系 大约是2000多个人 我们在跟中央研究院有互通的课程 是比较偏人学类的 就是让我们有更多方面的知识 然后阳明大学 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跟中央大学 这四所学校所有的课程 其实可以互通 也有专策的接受 这系到底在念什么 名称那么长 做的事情就是帮你们验血 验尿 验大便 就会帮你检验你的体液 或者是体检里面的东西的标准有没有超过 或者是发现有什么细菌 或者是癌细胞之类的 大一比较偏着重基础的课程 像是不同生物 有一些有机化学解剖学 大三就会有满满一堆 关于我们一级系的专业课程 学业学啊 一些细菌 病毒之类的 在大四的时候 就会全部变成实习 我们在毕业前 必须要做实验 然后写论文 四年毕业之后 就是必须要去考 意检师的诊照 一级系出来不一定会做意检师 比如说有一些教学的研究方面 一些公务员 然后有些人会选择 一级系之后我再去念医师 会有一堆的实验课 然后比如说只有一学分 可是你要上了三节课 做完才能走的那一种 组织学的话 就是看我们皮肤 或者是身体各个器官的组织的结构 考试的话都是以跑胎的形式 比如说 他就会放40台浅微镜 然后每一台浅微镜 你有40秒的时间去看 那个组织到底是什么 就叫做跑考 不管上是饮食上还是愚言上 必须是两个国家 然后它都会有不同 食物方面 台湾是比较清淡的 北部是偏咸 南部是偏甜 辣度也没有很多 爱吃辣的朋友可能会有点不习惯 都是说中文 可是一些用词方面 其实它也是有蛮大的差别 比如说台湾的话 一定是驾机车 你驾摩托 其实没有人会听得懂 通两线 其实在台湾要叫做洗澡 人生也短短才几十年 所以我觉得就把握这一次 然后我就这样重来台湾了 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 其实出国念书没有很爽 然后你要承担的是更多的东西 我觉得是人生当中很不错的经验 如果想出国念书 然后又不知道去哪里 其实可以来台湾试试看 因为台湾的学费方面 其实也蛮便宜的 如果你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后你又想要念更好的大学 台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台湾仪爱你 Q. 戌消息 你 entry手